家门有了人最大的顾虑 我老了怎么办 我死了怎么办 特别是学佛的人 这是大问题 现在的老人 你的命要是好 遇到这个好的护理人员照顾你 那就算不错了 只是照顾你生活起居 没有人孝顺你 如果这个老人院 里面所有服务的人员 从老人院的院长 所有的员工都像孝子贤孙一样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老人院 那老人就有福了 做这样的老人院 那个功德不知道有多大 这是五维博士 跟诸位说 财不识 发不识 无语不识 通通俱促 财不识 内财 我身体要为他服务 内财不识 我要想种种方法 让老人开心 让老人愉快 这是发不识 我每一天让老人 平平干干 这是无维不识 让他没有恐惧 感觉 度过一个幸福 快乐的晚年 三种不识俱俪 这里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你真真尽孝 把老人院的老人都看作自己亲生父母 这尽孝 孝能感动天地 连鬼神都尊敬你 他是你的父母 鬼神尊敬你 不是你的父母 鬼神更尊敬你 你能把对孝顺父母的时候 孝顺一切人一切众生 一切老人 老人晚年快乐幸福 他不堕三窝道 等于说你把他从堕三窝道里拉出来 送上天堂 你说这功德多大 这好得了吗 所以办老人院要以这种心态就对了 我是来救这些老人 把这些老人送上天堂 学佛的人把这些老人送到西方基罗世界 弥勒菩萨讲过 我这把扇子上写的就是 好像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大师弗就弥勒菩萨 你能劝两个人修 比自己精进啊 你能劝十几个人呢 那负责有无量啊 如果能劝一百到一千 那你是真菩萨了 你要超过一万 你就是阿弥陀佛啊 我们能够把这个老人院办好的时候 你能够将来有照顾到一百个人一千 真菩萨 这个老人院做好的时候 肯定会影响起他的 你能够没事的